對民進黨黨團體通過有無意義 針列總預算有無意義 沒有 沒有意義 明明民進黨已經喊無意義 但立法院長韓國瑜卻充耳不聞 再問第四次 針列總預算有無意義 有意義 有意義 憲哥公園 有意義 我們就進行表決 在韓國瑜的護航下 藍白再度聯手黨下總預算案 讓凌晨三點起床排隊 第一案的民進黨公派垂誠 你還要等到公民黨進來 民黨不自由公民黨 所以你怎麼幫我民黨 你算過了 不打開 你還等他們20秒 沒有 這都不自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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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自由 遲到的國民黨不覺得不好意思 還帶用不慘的怒嗆綠營 民進黨立委林楚音發文痛批 二霸王鴻薇又要往我這邊衝過來叫囂 是怕我揭穿韓國瑜意識不中立 配合國民黨第五度阻擋總預算嗎 林俊憲也大酸秩序的建立很困難 崩壞卻往往只在一面之差 如果不是韓國瑜這樣護航放慢動作來表決 其實今天民進黨的議程已經往前推進 將總預算來順利復為審查 所以再說一次 韓國瑜院長 你是哪一黨的院長 面對意識不公的質疑 韓國瑜不願多談 只是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公道博形象 再度會語一旦 沒選擇到